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走进大讲堂 我是曹一南 1935年10月 红军完成了举世震惊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 记得毛泽东主席有这样一句话 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 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有请金教授 为我们共同讲述一下 长征胜利结束之后的那段历史 以及相关历史人物后来的命运 有请您 长征的结束就是我们说 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 这一点对蒋介石打击是相当大的 十年搅供未搅成 反而把红军搅在一起了 会师了 他当时又立即开始布置 东北军的张学良 西北军的杨虎成 再加上中央军的胡东南等人 开始新的一轮围剿 但是我们说 历史给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就像我前不久看到一位学者写的一样 就是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 给了国民党很多机会 给了共产党很少的机会 但是国民党把机会几乎丢掉了 共产党抓住了非常有限的机会 那么长征三大主力的会师 然后紧接着红军与东北军的结合 与西北军的这个结合 总的来说 就当时的这抗日这个大局的压迫之下 西安事变已经获得了充分的 叫爆发的各种因素的准备 已经在形成了 1935年 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 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 蒋介石壤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更加不得人心 在西北执行任务的东北军 与西北军厌恶内战 力主抗日 张学良、杨虎成两位将军 秘密与共产党联系 开始奠定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实际上在西安事变之前 国共也开始秘密的接触了 毛泽东当时讲了句话 他叫从井冈山起 就从先生打起 就从蒋介石 就以先生打起 打了十年了 现在可以休息了 但是问题呢 蒋介石还不想休息 当时呢 以共产党方面所设想的 国民党共产党谈判 国民党的谈判代表是陈立夫 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是潘汉年 当然有多个渠道接触 三四条渠道接触 最主要的渠道是陈立夫 以潘汉年的谈判 那么这条最主要的渠道 透露出什么样的意见呢 就陈立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 蒋介石提了三条 第一 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 第二 中共的军队最终最多 可以编三千人到六千人 十以上的干部一律解职出洋 半年以后再回来 量财录用 第三 如果军队按此模式解决 政治方面其他问题就好说了 所以说当时 就是中共方面负责谈判的 潘汉年就讲 说这是蒋先生的收编条件 而不是合作抗日的条件 潘汉年还讲了句 说呢 蒋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意见 大概是误以为红军 已经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 收编红军 事业上干部解职出洋 你们顶多只能留三千人到六千人 那么这是蒋介石的 他这种一种主观的设想 但是毫无疑问 虽然抗日战争当时叫山雨 欲来丰满楼 但是呢 蒋介石还决心搅供到底 那么呢 后来 国共之间的秘密谈判 也被迫终止 蒋介石的决心很大 就是 攘外必先安内 必须消灭了共产党 才能谈抗日 这是蒋介石的决心 但是我们说呢 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当历史已经走到 中华民族必须结为一个整体 进行抗日战争的时候 那么你蒋介石个人的这种愿望 个人的决心要把消灭共产党犯在最前面 那这个决心已经不属于你个人了 历史下这样的决心了 历史就讲 历史走到这步 中华民族必须团结起来 结为一个整体 共同对付 外面的起立者了 那么这种历史的决心表现在哪里呢 就是1936年12月12号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它是什么呢 是中国大地上酝酿足够的抗日力量 就是中国的历史的转折点 就中国历史就运积了足够的能量 我们在前面讲过量变堆积历史 质变分割历史 我们说以前的变化都叫量变 包括红军长征也是对量变的这种堆积 那么到了西安事变 就中国现在是到了一个质变点了 这个质变点最终就由历史所证明的 国共新的局面的形成 那么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好 然后的共产党最终通过解放战争的胜利 夺取全国政权也好 那么西安事变就成为了非常大的转折点 我们从这个转折点看呢 就是如果没有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 不会有张学良的东北军 杨武成的西北军和红军结为三位议题 那么呢 如果没有张学良的东北军 杨武成的西北军 以红军结为三位议题 也不会有西安事变 就像这个历史有像个连环套 它一个一个环节 就是被这么穿起来的 所以我们从这意义上讲 长征对中国命运的改变 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改变 所以就像我们节目开篇 你所引用的毛泽东主席的那篇 他讲的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宣言书 是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这个文章里讲的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鱼金 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十二个月的光阴中间 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 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 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 长驱两万余里 纵横十一省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我觉得还从历史的回音壁上还能听见这种声音 毛泽东后来回忆 他讲他一生中办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把 蒋介石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 蒋介石背心弃义 卯天下之大部委发动内战 妄图短时间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 人民解放军却在短时间内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1949年元旦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下野 12月10日仓皇逃往台湾 内战违背了民意与历史的发展潮流 蒋介石是1975年4月5号在台湾去世的 根据蒋介石的遗嘱 暂时把林鸠存放在了台北市 台北市的南面60公里处的瓷湖湖板 蒋介石在台湾他搞了不少行工 这个行工包括草山行工 包括脚板山他喜欢去的这个地方 包括瓷湖等等 所有这些行工他有特点 往往跟他的浙江凤化 跟他老家有很近似的地方 我们说蒋介石最后他是葬在了台湾 他还是希望以后有一天 把他的灵灸能够迁回大陆 就说今生不能只好寄希望于来世了 西安事变从危机中拯救了中国革命 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成两位将军 顺应历史大势的壮举 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 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却永远留在了中国现代史的史册 张学良当然在西安事变中的 他是个重大的功绩 在中国近代史他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到了1989年 当时的以张学良这历害相关的蒋介石去世了 蒋经国也去世了 对张学良的这种软禁就变得很松了 基本上就说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了 那么1989年的6月1日 张学良当时在台湾 会见了一个从美国赶过来的教授叫王继 他对这个王继教授讲了一堆 他常年压在心中的心里话 我觉得张学良的这段话讲的也是很感慨的 张学良就讲了西安事变 他从来不谈西安事变 那么89年6月1号这次他谈了 他说讲了西安事变 他说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 我是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我是不是问心无愧 他说我好了 没有 我问心无愧 我没有私心 他说我敢跟你说 那个事变就西安事变 我没有个人利益在里头 他说呢 他说我牺牲我自己 我牺牲我自己 为什么 他说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说我一讲先生说 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他说我说我们跟共产党打什么呢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打什么呢 他说呢 都是政治问题 不是不可以谈的吗 所以呢 他认为后来国共合作谈 那就是我的主张 而且呢 他说我公开对借工讲 就对讲就是啊 他说我公开对借工讲 你对共产党你要缴也缴不了 他说呢 借工问我 为什么缴不了 他说我说了 我告诉借工 共产党有人心 我们没有人心 我觉得你看张学良是在这个1989年6月份 他坦露他的心机 张学良呢 2001年 2001年10月在夏威夷的台湘山去世 那么他享年101岁 是也是活得很长时间的一位 近代史的这个相关的人物了 起重大影响的人物了 张学良埋在夏威夷的 很简朴的叫妙谷的这样一个山坡底下 张学良和他的夫人赵一迪 就赵四小姐 两个人埋在那 墓碑非常简单 只写到 有这么两条 张学良 1901 2001 生族的年代 然后赵一迪 1912 2000 完了 全部都这个 我觉得连阿拉伯数字都没有多余的 阿拉伯数字只有0 1 2 9 只有这四个数字 把他们两个人的 这种波澜状况的一生 全部概括 张学良就1901到200 2001 那赵一迪就1912到2000 那么在矮墙上面呢 有约翰福音上面的 就第十一章的第25节 福音书的这些文字刻在上面 上面写了这么几个号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异必复活 西安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不杀张学良是出于什么原因 在世纪行过张学良传中 张学良这样叙述这段细节 我没死 关键是蒋夫人帮我 2001年10月 张学良在夏威夷 檀香山病逝 其葬礼上 遗述署名为 蒋宋美龄的十字架鲜花 显得格外醒目 在张学良的公祭的仪式上 宋美龄送的花圈是分外的行物 宋美龄也是个 在中国近代史上 一个不可忽略的历史人物 这个人物跨越了三个世纪 19世纪出生 20世纪经过整个的 这个生命的过程 21世纪初去世 他才知道了 张学良去世的消息之后 曾经连续几天 把自己的关在房间里 就连续数日沉默不语 他以张学良的个人关系 是非常好的 我们说从中国近代史上 就到了新世纪初的时候 我们很难找着一位 一位以宋美龄这样资历的人 就一生中目睹那么多兴衰 他与他的丈夫蒋介石 共同从事的事业 在1949年 完全输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宋美龄眼看 他以他的丈夫 所终身从事的事业 在他眼前变成一片碎片 就跟秋风扫落叶一片碎片 所以说可以想见这个人 他晚年心中那种凄凉 所以说很多人都讲 宋美龄的晚年回忆起来 他在纽约做了一个育工 就住在纽约了 经常是整日不说话 整日不说话 大约都感到很担心 因为说年老人要多说话 他保持他的思维 宋美龄整日都不说话 沉默 尤其是2000年 民进党人在台湾上台之后 直上台湾政权之后 宋美龄连台湾的消息都不听 什么消息都不要跟他说 他不听这个消息 宋美龄在晚年经常自己 默默的念叨的一话就说 为什么上帝让我活了这么久 谁能回答 谁也回答不了 也不敢回答 都躲避他 宋美龄自问自答 他说也许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上帝在惩罚我 所以让我活了这么久 他是宋美龄在2003年去世 2003年呢 他当然也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我们也不是说是这个迷信 他确实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蒋介石的家乡 浙江凤化的封号房 封号房里呢 就是他那个主房里主院子里面 有宋美龄亲手栽的两棵树 一棵叫金桂 一棵叫银桂 平常长得都非常好 2003年春夏季呢 凤化确实发生大旱 九月份银桂树死了 大约都感到很奇怪 这个银桂树死的一点征兆都没有 他不是说你虫死了 或者是根出问题 什么征兆都没有 就九月份 因为是凤化大旱嘛 大旱你浇水都是 两棵树水都没问题 就九月份 银桂树突然死了 十月份宋美龄在美国死了 宋美龄作为宋氏三姐妹的最后一人 走完她生命的历程 她最后讲的就说 葬在纽约不去台湾 最终去世 葬在什么地方 大陆她不愿回 她绝对是共产党领导 她不愿回 台湾回不去 她就是民进党在领导 她不愿回 所以只好葬在纽约 蒋介石的灵鹫放在了台湾的慈湖 还等着有一天 蒋介石就期望葬在大陆 那么宋美龄只有放在纽约了 我们经常讲 就说 这种人类的历史何其漫长 而个人的生命 在人类历史面前比较起来太渺小了 宋美龄冲击了106岁 你创造奇迹了 你也就100多年 那么人类的历史呢 它是一个浩荡不息 永远不会停止的这样的历史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 辉映这种 这种不息的历史 只有少部分人 在历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人 这些人能够存留下来 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 钟正不可一日无辞休 钟正说的是他自己 而这个辞休 指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 陈诚出身于保定军校 后来追随蒋介石 从炮兵连长成长为高级将领 晚年官职国民党副总裁 和蒋介石在台湾政权的行政院院长 副总统全清一世 在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中 他是少有的 获得蒋介石终身信任的人之一 陈诚作为蒋介石一个著名的汉将 在五次围剿中 尤其第五次围剿 给红军造成很大的伤害 陈诚也是我们中共中央 包括周恩来同志 肯定的国民党内 一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 周恩来是这么评价陈诚的 那么陈诚到了台湾很快 陈诚到了台湾 他有个军事人物 变成一个土地改革的专家 陈诚到了台湾以后 他叫痛定思痛 他认为蒋军败亡大陆 最主要的原因是土改没有搞好 他认为共产党的大土豪分田地 成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最有利的口号 号召民众起来了 所以斯诺讲过句话 斯诺讲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谁抓住了农民 谁就能赢得中国 那么陈诚就认为 蒋介石失去了农民 把城市全抓住 失去了农民 结果蒋介石丢了中国 所以陈诚到了台湾大搞土改 陈诚在台湾搞土改 他这个土改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叫打土豪分田地 我们是没收土豪的土地 陈诚不是一样 他搞的叫三七五减租 就说电农付给土地的 付给地主的租金 绝对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叫三七五租金 这是第一 就是把这个租金减下来 第二呢 陈诚搞了叫工地放领 工地放领呢 就是把台湾当局掌握的公共的土地呢 有条件的 发放给一些失地的农民 第三个呢 他说落实孙中山 叫庚哲有其田 怎么办呢 就是以食物的形式 以股票的形式 征收地主的超额土地 然后把它分给普通的民众 陈诚的土改呢 是台湾的政局 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就蒋介石之所以在台湾 能够站稳脚跟 跟陈诚的土改有很大关系 他把就是台湾的 就是这个失地的农民 与地主的关系改变了 把阶级矛盾调和了 那么阶级矛盾缓和了之后 非常有利于国民党的统治 在这点里面 我们还非常值得提到一个 就是对给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 我们在前期讲到的俄罗斯 就是苏联的共产国际派来的 这位人物 就是也是联工部的党的成员 鲍罗廷 鲍罗廷给中国革命非常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中 生于俄罗斯 长于拉脱维亚 长期活动于美国和西欧的 职业革命家鲍罗廷 被孙中山任命为 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不仅担任孙中山国民政府的顾问 更被当时国民党内部 尊称为亚父 然而造化弄人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满腔热情投入中国革命的鲍罗廷 又沦为南京兵政府的头号通缉犯 中国大革命失败了 那鲍罗廷离开中国 鲍罗廷离开中国的时候 正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传过来 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谁 是鲍罗廷的崇拜者 周恩来 这个时候呢 鲍罗廷正处于情绪的低潮 大革命失败 蒋介石通缉他 他最大的精力花在国民党身上 花在蒋介石身上 结果最大精力培植着这个力量 反对他最厉害 要通缉他 他最后从郑州乘火车返回苏联的时候 正是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时候 他返回了苏联 鲍罗廷以斯大林的个人关系非常好 我们在前面都有所讲述 那么斯大林有句名言 就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只要你胜了 你都有道理 你反对我都反对有道理 你如果是胜利者的话 但这句话可以反过来看 反过来看是什么 失败则是必须受指责的 失败了 你即使听我的话 我得指责你 鲍罗廷其实在中国的很多指示 还是很多方略都落实斯大林的指示 但是你失败了 必须得指责你 所以说不论当时鲍罗廷在中国 一度被称为广州的列宁 影响非常大 那么大革命的失败 鲍罗廷就成为了共产国际也好 联共部中央也好 在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责任你得承担 所以鲍罗廷回去以后 也受到了 就苏联方面 共产国际也好 联共部中央也好 严厉的指责 最后把他的职务也解除了 解除职务 最后给他任命为什么呢 一个造纸和木材联合公司的副经理 造纸和搞木材 以指导中国共产党 指导中国国民党 以指导一场中国大革命 是完全疯马牛不相及 完全是不是一回事 你说鲍罗廷他能干好 造纸和木材公司的副经理吗 他也干不好 他的心思没有在这上面 也不适应 不久呢 被解除了职务 又到一个工厂去当厂长 还是不成职 又一次遭到批评 鲍罗廷虽然已经脱离了 就在苏联 就是五年计划 搞经济建设了 但是鲍罗廷这种革命的热情 他始终觉得 前面还有个伟大使命 在等待着我 他这种革命的这种激情 他觉得指导中国革命失败了 那么呢 下一场革命在哪里 印度 他当时认为印度要发生 大规模的革命 他又开始准备 印度方面的资料 准备联工部中央 准备共产国际 重新任用他 把他放到印度去 重新领导一场 类似中国革命这样的大革命 鲍罗廷一直判 但是最后什么也没有判来 后来有人形容鲍罗廷 就是像一个废弃的生锈的火车头 被撂在了铁轨上一样 鲍罗廷就觉得终身奋斗的东西 为之一空 所以他也变得很消沉 后来他又被派到莫斯科去当一个报纸的 就在一个报纸搞这个主编 爆发了二战 魏国战争爆发 鲍罗廷一个儿子在战争中也牺牲了 后来晚年的鲍罗廷就情绪变得很消沉 觉得看破了一切 情绪变得很消沉 那么日益淡薄 对功利对革命都变得很淡薄 当然晚年的鲍罗廷还激动了一次 发了次火激动了一次 那是在1948年底他激动了一次 是谁呢 是美国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到了苏联 到了莫斯科 那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他告诉鲍罗廷 你从前的那些中国同伴 他们现在正要取得胜利 1948年底 我们三大战役都打过了 中国红色政权指日可待 要建立了 蒋介石眼看要垮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这话也很有刺激性 鲍罗廷的这个 已经早都已经像死灰一样的热情 从死灰复燃被点燃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同时把他自己写的本书 送给了鲍罗廷 但那本书带来很大的麻烦 那本书在苏联被查禁的 那本书呢 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他观察延安整风 他与毛泽东的接触谈话 很多东西 而且呢 他非常赞赏延安整风 说延安整风批判了 很多从苏联学习回来 只懂得空洞的理论 根本不懂中国革命实践的 这些教条主义者 这句话让苏联很恼火 就觉得延安整风 矛头是对准共产国际 当时国际已经解散了 那毫无疑问 就觉得是对准斯大林 对准苏共去 那么鲍罗廷看了这本书 他就觉得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讲得非常对 他觉得呢 当时苏联这种报禁 不让出的书 他觉得很不对 所以他第一次打破了 二十年的沉默 他说 中国人不是在 正在节节胜利吗 他们的理论 不可能都是错的 因为当时呢 在苏联战统治地位的人 就讲 就是唯一正确的 就是斯大林的理论 苏联的理论 中国的理论 那是 他们不是标准的 共产党人 所以他们的理论 不能说是正确的 鲍罗廷不服 鲍罗廷就讲 他们不是正在 节节胜利吗 他们的理论 怎么可能是错的呢 完全错的 这是不对的 但是鲍罗廷这句话呢 我们说这是 别人听到鲍罗廷 鲍罗廷留下的 最后一句话 他这一话 惹了很大的麻烦 就是说 这一话在 当时在苏共内部 就说鲍罗廷 为毛泽东 反教条主义叫好 那么呢 鲍罗廷 具有民族主义的情绪 同外国的民族主义 有牵连 这下帽子扣上去了 然后1949年的2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前 鲍罗廷呢 在莫斯科被捕 入狱 把他放到一个地方去 流放去了 把鲍罗廷认定为 苏维埃的敌人 美国的一个学者 就这么形容鲍罗廷 他说呢 这颗曾经在中国上空 闪烁的如此光 而短促的明星 燃为难以寻觅的灰烬 融化在西伯利亚 劳改营外 冰冷的土地之中 那么这样一个 对中国革命产生 重大影响的人 最后 你能想象到吗 他死在了西伯利亚 叶尔库斯克 这样一个寒冷的 劳改营里 鲍罗廷是特定历史背景中 鲍罗廷 就当我们在讲到鲍罗廷的时候 当鲍罗廷中国大革命失败 被调回俄罗斯 出任一个造纸和木材联合公司的副总经理的时候 陈独秀在国内变成了托派的领袖 托罗斯基派领袖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变成了托派的领袖 后来陈独秀的 他1932年在上海被捕了 被捕了 蒋介石还是企图通过审判 判陈独秀的重罪 当时在审判的时候 很多人都出来帮忙 包括著名的律师张世昭 出来为陈独秀在江苏的法庭上为陈独秀辩护 他是想为陈独秀减刑 所以说他就拼命为陈独秀开脱 为了使陈独秀尽量减刑 张世昭的辩护词是什么呢 说第一个 陈独秀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第二个 陈独秀是议会政治的政客 第三个 陈独秀早脱离共产党了 他组织脱败 组织脱败是为了反共 他通过这个来解脱陈独秀的罪责 张世昭的辩护词刚刚完 陈独秀拍案而起 他完全不同意 他说弱贯以来 反抗清帝 反抗北洋军法 反抗封建思想 反抗帝国主义 奔走呼号 以谋改造中国者 于今三十年 前半期 继五四以前的运动 专在知识分子方面 后半期 来转向工农劳苦民众方面 盖以大战后 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 始于不得不由此转变 他就讲过了他这样一个过程 就为什么从五四之前的 以知识分子运动为核心 转到了五四之后 以工农运动为核心 陈独秀在他的变速账里 后面写 工农劳苦人民解放斗争 以中国民族解放斗争 是以合流并进 而不可分离 此际于五四运动以后 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讲得非常清楚 我为什么组织中国共产党 他原因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陈独秀就是这样 我们说最后穷困潦倒 他不是没有钱 他不要别人的钱 陈独秀屋子里面 我们说屋子漏雨 地上到处都是积水 屋内说仅有两架木床 一张书桌 几张条凳和桌子上堆满的都是书籍 屋内唯一的装饰 是墙上挂了一幅 岳飞写了四个字的 这个踏下来的踏片 还我和山 陈独秀他四二年去世以后 就像中国有句老话 叫盖棺论定 就一个人死了 装进棺材 把他盯住 可以做结论了 所有结论 好话坏话都到此为止了 都能够说尽了 在一个历史大潮流中 这种人物 这种历史人物 往往难以盖棺论定 就是盖棺很久 对他的议论 还在议论纷纷 这个方面的 那个方面各种说法都很多 陈独秀他就是这样 他是一个非常清醒的革命者 走上了舞台 但是他是一个呢 带着终身不解的 很多很多的问题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陈独秀的墓地 列了号碑 碑上就是五个大字 陈独秀之墓 我们说这是中国 叫一代青年学子的思想的旗帜 思想的先锋 向旧营类冲杀的这种勇士 那么也随着这种大江洞去浪 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这种过程 随着滔滔的江水 安静就在长江边 最终回归到他的故乡 安静 我们说讲到陈独秀 你看陈独秀后面的另外一个人 王明 王明呢 他跟陈独秀是完全不一样 讲到王明的时候 我在讲另外一个人 施哲 就是说当时也是从共产国际的 中共代表团里的工作的一位同志 施哲 回来 回到延安 因为施哲的外语非常好 俄语非常好 他当时又出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 政治局的办公室主任 这样一个很要害的角色 施哲看见延安正在整风 批判王明的很多论调 施哲就觉得非常不理解 他觉得批判王明这些东西 您是王明的吗 他觉得不是王明的 是共产国际的 是联工部中央的 甚至很多东西就是斯大林本人的 施哲感到很不理解 施哲就问毛泽东 问了一句 施哲问呢 毛泽东呢 说呢 我们以王明的真正分歧到底在哪里 毛泽东沉默了片刻 这么回答的施哲 毛泽东就讲了一句话 他为别人考虑的太多了 为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少 施哲恍然大悟 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以王明的分歧 王明以苏联革命为核心 要求中国革命配合苏联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是以中国革命为核心的 就是说我们讲讲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首要的 那么这点是个非常大的差别 就说施哲通过这一话才真正的明白了 我们王明的分歧到底在哪里 后来王明虽然建国以后 毛泽东通过七大就讲保留王明的中央委员的职务 但是呢 后来到了五六年 王明还是找了个借口 就到苏联治病 一去不归 后来他死在了苏联 我们讲你这样一位共产党人 你以别国的利益为利益 以别国的核心为核心 你这样的人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中还是越少越好 像这样的人物 他是无法活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的 是无法留在中国历史中的 1910年毛泽东他离家出走 到这个乡乡那边去求学 毛泽东离家出走的时候呢 他在他这个悄悄的帐篷里 因为毛泽东呢 他早年跟 就是他一直跟他父亲关系是不是太好的 父亲让他记账 他老对这个经营这个家里这样东西不感兴趣 所以但他临走的时候 在父亲交给他的帐篷里呢 他加了一个 加了一首诗 最后留给他父亲 那首诗是毛泽东抄的 《日本维新三节西乡龙胜》中的一首诗 这首诗叫 《男儿立志出乡观》 《学不成名事不还》 《买谷何须丧自地》 《人生无处不情山》 他是抄的这个西乡龙胜的这首诗 作为他的 给他告别他父亲的这首诗 那么呢 这首诗里只改动了两处 《西乡龙胜》讲 《男儿立志出乡观》 毛泽东改成《孩儿立志出乡观》 而呢 《西乡龙胜》写的是 《学不成名死不还》 毛泽东改成《学不成名事不还》 我们从这改动里呢 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种 当时这种细腻的心境 周恩兰是1913年考入了南开的中学 当时在南开中学呢 写了一篇作文叫 《一生之剧在于秦》 他这篇文章里写呢 他说呢 就是《欲仇一生之计划》 舍求学其无从 然而学而不秦 则有何贵乎学 周恩来非常崇认这个秦字 秦是一生之本 那么呢 教师当时对周恩来这篇文章的评价 写了这么 批阅是这么写的 叫 选词圣荡 为用笔烧皮 写得非常好 用笔烧皮 我们说1976年1月 周恩来总理去世 把自己化为骨灰 化为粉末 撒在祖国的江河和土地上 也完成了他这样一个历史的使命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前面提到人物 彭德怀 他在晚年 回忆自己当年的入党介绍人 段德昌 段德昌已经牺牲了 他感慨万千 他在他的回忆录里 他说感谢段德昌同志 种了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 如今 他一早到马克思那里去了 我呢 还留在人间 彭德怀和段德昌 彭德怀在参加革命之前 和段德昌 因为段德昌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 彭德怀参加革命之前 和段德昌呢 曾经呢 有过一段对话 就是彭德怀当时率领乡军的一部 劫基吴佩孚的残部的时候 作战完了 两个人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官邸庙里 两个人晚上住在官邸庙里 当时有过一段对话 段德昌当时问彭德怀 说对关云长有何感想 因为住在官邸庙里啊 你对关云长有何感想 彭德怀说呢 官是统治者的工具 现在还被统治者用作工具 没有意思 段德昌再问 你要怎样才有意思 彭德怀说 为工农服务才有意思 我们说这是彭德怀终身的信条 那么就像一位苏联作家写的一样 我觉得苏联这个作家 他写的也很有意思 他说呢 人的一生就像北方的夏季一样 迅速的把热度耗尽 对于伟大和不伟大的人来说 都一样 迟早都有死亡在等待着 那么呢 他说 但是呢 具体人的思想是一个神秘的境界 他说呢 随着人的思想 随着死亡 人的死亡 一并消失 一起消失 但是对这个人的思想的探索 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人虽然不在了 但是大家都在探索 他当时怎么想的 他想了些什么 他的想法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讲尤其对伟大的人物是这样 邓小平 蒋经国 他们曾经是 在苏联的中山大学 他们是同学 当时呢 1920年 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的时候 他是赴法留学生中最年轻的 当时刚刚满16岁 蒋经国是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呢 蒋经国当时刚刚是15岁 后来呢 两个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相遇了 就是 邓小平从这个留法转入到留苏 中山大学相遇了 两个人个子都不高 排队 大小个排队 所以两个人经常排在一起 60年之后 两个人成了海峡两岸大局的主持人 那么就在20世纪80年代 那么我们说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领导人 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主掌大陆的政局 蒋经国主掌台湾的政局 1985年 小平同志讲了一话 他讲 他说我担心蒋经国不在了 台湾走向混乱 不管怎样 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 都认识只有一个中国 但如果蒋经国不在了 就很可能出现两个中国 小平同志讲完这些话之后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两年零三个月 蒋经国在台湾去世 那么后来台独的势力 在蒋经国去世之后 台独的发展就像一部上足了发条的机器 像高速的发展起来了 我们从蒋经国去世到今天 我们可以演变 我们可以看台独势力演变这种发展 对海峡两岸的关系 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讲 小平同志当时就特别想利用蒋经国在的时候 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历史留给两个人的时间都不多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统一问题没有解决 中国统一的使命 只有留给后人 我觉得就像是一位文学家讲过的一样 就是无终结的历史 他讲呢 无终结便是一切的终结 那么实际上 他里面有很深刻的哲理 就是说呢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我们个人的生命 以这种沧海般浩瀚的历史相比 那是不足为奇的 就像雷锋讲过一句话 一个人的生命 你是一滴水 如果你不能融到大海里去 必然要干枯 而你融到大海里去呢 你像我们讲毛泽东也好 像周恩来也好 彭德怀也好 像这些人物 包括苏联一些领导者 包括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物 包括像张学良这样的人物 他就是把有限的生命 融合到了这种历史前进的洪流里去 那么呢 你就能使你的生命得到延续 使你的事业得到延续 你的生命是有限 生命会消失的 但这事业是无止境的 所以这些就很像是 我觉得像苏东坡讲了一下 那句话叫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但是呢 东去的大江是奔腾不息的 20世纪在世界东方 最激动人心和最震撼人心的 莫过于中华民族 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 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 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 无数苦难奠定了无比辉煌 今天为中华民族复兴默默工作于奋斗的人们 能够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它作为一个惊天动地的世纪 我们说呢 我们今后可能很难碰见像这一百年的这个过程了 那么20世纪 我们看世界形势的天翻地覆 首先是俄国的革命 俄国的二月革命 推翻罗曼诺夫 王朝 十月革命 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专政 那么中国呢 辛亥革命 推翻爱心觉罗的王朝 49年 我们实现了新民族主义的革命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呢 实际上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国民党人 然后联工部 共产国际 我们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在这讲列宁 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 那么斯大林 斯大林42岁 当上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 1927年被判处绞刑 李大钊被判处绞刑的时候 才38岁 所以我们今天有些老片子 我们今天有些电视剧 演李大钊被处死 说李大钊如何老太隆钟 我说大家不要忘记了 李大钊成为烈士的时候 被处死了38岁 很年轻啊 还是 毛泽东上井冈山 34岁 搞工农武装格局 农村包围城市 周恩来29岁 主持南昌暴动 就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 我们说今天国歌词的作者 聂尔 聂尔创造这个曲的时候 还不到23岁 我们说今天 当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想起的时候 即使白发苍苍的老者也要立正 对国歌在国歌面前肃立 我们说你能想到一个给国歌作曲 这么慷慨激扬的曲调 这个作曲者不到23岁 那就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的时代 当然也是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 没有一个人是老太隆钟 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为德高望重 而且没有一个人在研究长寿 切磋保养 咱们活的时间长一些 咱们锻炼 没有 大家的追求不一样 充满了理想 充满了热血 我们讲最需要理想 最需要热血的时代 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那真是一个叫狂飙突进的时代 而这个时代 最核心的 这个时代 精神最集中的 是中国工农红军的25000里长征 他把这个时代的精神 做一个浓缩 浓缩在这了 这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精神 有各种各样的运动 但其中最辉煌的 就像你看一幅油画 这幅油画 不论画得多么精美绝伦 它必然有个高光点 就世俱的聚焦点 其他是模糊的 这个高光点是清晰的 那么我们说 如果就中国的革命 20世纪做这么油画一个高光点的话 它的高光点就25000里长征 就像是美国人索尔兹伯里 后来以70多岁的高龄到中国来 又走了一遍长征路 他写了一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他在序言的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他序言中的最后一句话 写得非常有利 他最后一句话 他讲的阅读长征的故事 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 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 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 25000里长征 我们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这样的历史高度 和探测到这样的历史宽度 25000里长征 使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获得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养育 我们说从中华 今天的中华民族觉醒 我们最大的力量 精神力量 一个国家民族的觉醒 绝不仅是物质的 我们讲是精神的 那精神的力量 最大的来源呢 实际上 今天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 这种不屈的精神 像小平总是讲的 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 可能摸着石头过河 枪水了 可能摸着石头过河 还摔一跤 把什么地方摔破 但是从来没有屈服 还在探索的前景 那么这时呢 我们从长征以后 就留下了这些 给我们非常珍贵的精神的财富 就是我们原来 那个白鹿元的作者 陈忠实 他讲了这么的话 他讲 20世纪中国这100年的历史 其演变的剧烈程度 和这个过程之复杂 在世界历史上 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以之相比 太复杂了 非常值得 歌颂 非常值得写 他说我们应该有史诗 而为什么没有 陈忠实 他讲了个非常深刻的原因 我们缺乏思想的力度 不是缺乏思想 思想都有 不管是舶来的思想 模仿的思想 或者自己产生的思想 都有 但是我们缺乏思想的力度 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 纷繁复杂的烟云的 这样一种思想力 那么 怎样才能获得 这样一种思想力度 从而表现我们这部历史 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在今天看 就是我们在今天回顾 我们的一百年中 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思索的问题 就是在今天来看 我们也是一个问题 提出怎么样获得 我们认识 我们的过去 和怎么样获得 我们对未来探索 这样一种思想力度 当然我们这部历史 有点像是 这个我们中国古人 那叫博大苍凉的畅和 叫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苍然而泪下 而在这个过程中 毛泽东讲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二十世纪 中国的整个革命战争 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 新中国的建立 毛泽东宣布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 狂飙突进的过程中 我们完成了 中华民族命运的改变 那么我们说 二十一世纪 我们就是在二十世纪 这个辉煌 丰盛的历史遗产之上 开始了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这个进程 目前呢 中国人民正在朝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而昂首阔步向前 这又何尝不是一次 新的长征呢 最后呢 也许用我们这一系列 节目的名字 总结起来 最为合适不过了 我们的目标 也就是走向辉煌 好的 再次感谢金教授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房子 要票子 是丈母娘要求太高 还是生活太现实 没房男士想结婚 如何能说服准丈母娘 有杨先生的这个方法 再加上点我这套路 这就是我当年史的方法 我觉得这招实在是 首都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 杨凤驰 携手幽默搞笑的李然 与您共同探讨 女婿和丈母娘的相处之道